男人轻轻一碰 扫把就成了扎扎灰 拉了下把手 抽屉就飞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一只苍蝇飞来 他轻轻一拍 桌子就推出十米远 然后伸手一抓 攥住窗角 用力一拽 空间扭曲 随后就出现一个大洞 屋里的东西都被吸了进去 他一低头 捡起胶带 扯了一百米后 弄成一团 朝大洞扔了过去 下一秒 空间裂缝就被粘住 看到屋里被弄得乱七八糟 他放弃了这种超能力 然后插上插座 来到跑步机上 把速度调到最大直 可这还不过瘾 他不断加速 越跑越快 突然身上冒出无数电弧 下一秒 光芒一闪 就出现一团火焰 然后慢慢向四周扩散 小帅见状 急忙跑到水池边 拿起一个杯子 想接点水 没想到水流得非常慢 半天就流了一点点 眼看火焰越来越近 他拿起杯子 泼了上去 这才逃过一劫 看来极限速度也不好玩 下一个超能力是顺风耳 他手一用力 顿时无数声音传来 宫交声 吵架声 打呼噜声 做饭声 甚至还有孩子的哭声 他彻底崩溃了 急忙掏出二塞 看来这个超能力也不行 紧接着拿出一个电路板 组装完成后 安上变压器 随后转动按钮 瞬间他就缩小了一万倍 所有一切在他眼中是那么大 然后转向另一边 他就放大了十倍 这也太好玩了 他不停地转动按钮 速度越来越快 突然冒出一阵电火花 他不停地变大缩小 根本停不下来 这下完了 他以用力 按钮掉到地上 他也停止了变换 不过成了迷你小人 如果是你 你喜欢哪种超能力呢 种子破土而出 竟然钻出几个头 女孩非常高兴 拿起喷壶开始浇水 小人们只能默默承受 不敢有一丝反抗 为了让他们茁壮成长 把花盆放到阳台上 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 还给他们买了亚铃 练习臂力 经过刻苦训练 两天后 就能拉动一吨重的机器 可光有力量还不行 必须劳逸结合 多读点书 掌握棒球的技巧 原来他们都是迷你棒球手 三天前 小美去超市 买了几颗棒球手种子 把它们放到花盆里 然后买点土 再浇点水 棒球手就钻了出来 为了取得好成绩 他们天天练习棒球 甚至拿蝴蝶当陪练 这天一个男人闯了进来 还捧着一个棒球手 原来他是来挑战的 晚上球手们对着萤火虫 许下必胜的心愿 可一觉醒来 发现花盆里空空如也 小美急忙跑了出去 发现他们已经成熟了 早就排好队伍 然后信心满满的参加比赛 而对手也非常厉害 每一发炮弹都威力十足 不过都被揭了下来 小美对此非常满意 玩得越来越痴迷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一只六条腿的螃蟹在床上爬 而男人还在睡觉 哭吃一下夹住大拇指 用出吃奶的力气 还是夹不动 疼得男人眉头紧锁 可他还在做梦 没有醒过来 螃蟹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力气越来越大 男人觉得越来越疼 可依旧没有醒过来 钳子都陷了进去 大拇指连血都没流 这皮得有多厚 随着时间流逝 男人终于醒了过来 一脚将螃蟹踢飞 掉到地上 随后拎起螃蟹 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原来螃蟹正在窝里睡觉 男人看到后 按下遥控器 就狠狠撞了上去 玩够之后就回到屋里 可螃蟹不干了 通过下水道钻了进来 闻着气味来到房间里 经过七七四十九个小时 终于爬到床上 这才开始了复仇之路 如今却被活捉 男人打开煤气灶 把螃蟹放到架子上慢慢烤 还不停地翻动 一看就是烧烤高手 没一会儿就两面金黄 随后放到盘子里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那叫一个香 螃蟹为了报仇 却搭上了性命 你说他这样做值吗 一只小眼睛走了出来 可他不看路 哭斥一下撞到钢筋上 站立不稳摔了一跤 眼球竟然掉了下来 快速向下滚去 跳过联姻小路 一头塞进河里 在湍急的河流中 快速向下游去 而眼球里还有个人 必须尽快营救 工作人员来到桥上 想拦下眼球 可根本够不到 还是鼻子够意思 拖着庞大的身躯来到下游 从鼻孔里伸出一个口袋 这才把眼球拦了下来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成功捡回一条命 在地面的感觉真好 他非常兴奋 不停地翻着跟头 来庆祝自己获得新生 还跟游客拍照留念 他们一家五口终于凑齐了 来到步行街闲逛 这大脚丫子足足有42马 哭斥一下就把女人踩到下面 头也比较淘气 用大舌头舔着小奶狗 一口把人吞了进去 他见人就去搭讪 甚至还会两面夹击 连漂亮的小姐姐都不放过 更过分的是 用水泼周围的游客 手掌也不甘寂寞 在大街上跳起了舞 伸进水池里来个人工降雨 玩累了就趴到汽车上休息会儿 到了晚上 眼球钻进后备箱里 而手掌趴到了车顶上 快速回家了 不过这种情况 会不会被交警叔叔查呢 没过多久 就来到家里 晃晃悠悠向屋里走去 可眼睛太大 根本挤不进去 没办法 只好在外面玩会儿 那么问题来了 面对这几个五官 你最喜欢哪个呢 空中出现一个时光圈 里面有树油草 有花园 男人非常好奇 从花坛上跳了下来 慢慢靠近时光圈 抬起左手 一点点伸了进去 发现没有危险后 让女友过来试试 之后抬脚走了进去 小美过来后 伸手摸了摸 突然伸出一只手 把它拽了进去 这里草木茂盛 绿树成荫 随后时光圈就消失了 他们走着走着 空中出现一块屏幕 原来他们进入了游戏世界 小美刚点了下开始 就劈下一道闪电 战斗正式开始 他们分别向两边跑去 大壮手一抬 拉出游戏界面 选了个炮塔 壁面就多了个炮台 调整方向后 射出炮弹 差点炸到小美 小美选了个骷髅 蓝光一闪 出现一排士兵 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 在小美的指挥下 跑步前进 大壮点了下屏幕 就掉下一根木头 上面有无数尖刺 快速滚了下去 骷髅士兵瞬间死亡惨重 随后他又选了个石头人 足足有五斤重 慢慢向前走去 小美画了个圈 手一抬 就出现一门大炮 下一秒就射出炮弹 正好打中石头人左臂 紧接着是右臂 大炮越来越多 石头人碎成了无数块 随后又冒出两头 小美拿出后翼神弓 一箭射出 石头人防御下降 两炮过后 他们就成了渣渣灰 大壮也画了个圈 从圈里钻出一个闪电塔 随后无数闪电劈了下来 正好打到怪兽身上 几下之后 怪兽就成了粉末 正在这时 手机电量发出警告 紧接着电闪雷鸣 出现一个时光圈 两人都被吸了进去 经过空间冲动后 两人就钻了出来 如果给你一部这样的手机 你想不想试一试呢 女人的胳膊在慢慢溶解 吓得她张大了嘴巴 哭吃一声倒在地上 原来脚已经不见了 腿还在快速融化 她想拼命求救 可嘴巴也消失了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伸手一摸 只摸到了鼻孔 低头一看 四根手指也一点点消失 随后看向远方 希望丈夫能早点过来 果然门被打开 丈夫走了出来 眼睛扫了一遍两亩大的院子 发现上面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妻子的身影 她觉得自己听错了 又走了回去 原来两天前 他们花九块九买下这栋房子 可搬进来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晚上十二点整 门突然打开 床上有个被包裹的人形物体 小美慢慢走过去 拉开床单一看 里面竟然是个陌生女人 还不停地口吐芬芳 她头痛欲裂 急忙捂住耳朵 而女人的身体在快速溶解 幸好这只是个梦 可刚走出来 发现屋子非常陌生 自己一样都不认识 而且相框里的竟然是别人 她顿时傻了眼 急忙跑进另一个屋里 却发现两个陌生人 还说这是她的家 可看到陌生的一切 她也动鸟了 两人吵了一架后 她被赶了出来 可女人还不肯善罢甘休 提着棒球棍追了出来 她把项链扔到箱子里 随后不停地祈祷 睁开眼睛后 发现女人不见了 她放声大笑 可下一秒 箱子就掉到地上 手臂也消失了 如果是你 你敢用生命跟死神做交换吗 鲨鱼宝宝拿起马桶刷 认真的刷起了大黄牙 随后喝了一桶漱口水 漱了几下后 竟然吐出几条鱼骨头 可还是觉得塞牙 仔细一看 鱼刺塞到了牙缝里 紧接着又用电钻抛光 用错刀修了修牙齿 感觉非常丝滑 然后用牙线剃了剃牙 这些还不够 又用了各种工具 这下牙终于白了 可下一秒 牙齿就稀里哗啦往下掉 她非常生气 用力一吼 牙齿就快速长了出来 又白又亮 然后美美地上班去了 正好有顾客上门 她热情地打了个招呼 没想到顾客张大嘴巴 就扑了上来 咬住了她的头 怎么都弄不下来 只好哐哐敲起了桌子 第二位顾客是头鳄鱼 她有点胖 怎么都进不来 她非常生气 一用力 门就掉了下来 鲨鱼宝宝则是一脸惊恐 随后把一张纸拍到桌子上 原来她是找工作的 最擅长换装表演 真没想到她这么多才多艺 然后摆了个酷酷的pose 看着鲨鱼宝宝直咧嘴 可看到鳄鱼那猙獰的表情 她彻底怂了 面对鳄鱼的大嘴 她只好强颜欢笑 面试顺利通过 可第一天上班 就让鳄鱼去当志愿者 到海边捡垃圾 正当她郁闷时 一抬头 看到一辆垃圾车 车门打开 无数垃圾倾泻而下 看到这么多垃圾 小鳄鱼嚎啕大哭起来 鳄鱼老大也是一脸的无奈 看了看手中的夹子 用力扔了出去 正在这时 大boss闪亮登场 她手中拿着一个吸尘器 用力一拉 启动开关 随后对准了地上的垃圾 顿时刮起一阵狂风 可吸力越来越大 远处的垃圾都飞了过来 鳄鱼也被吹到空中 幸好它们足够重 才没被吸进去 眨眼间就完成了工作 仔细一看 老大正坐在一座大山上 地上闪闪发光 一点垃圾都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厉害的吸尘器 你想不想要呢 我才会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